朝鼎盛时期有这么一个和尚 他没有呼吸也没有心脏 他就是上天选定的驱魔人无心法师 而他不一样的是 别的法师驱魔是为民除害 而他则是想让妖魔杀掉自己 因为他最大的烦恼 就是自己既不会老也不会死 为了早日解脱 无心盯上了这个信坛的猴子经 他一路追着猴子来到一间废弃的宅子 一人一猴打斗起来 他眼看自己就要猴命不保 净主动叫停 等一下 我闯一会 猴子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驱魔人盯上 他一直遵守妖规从未害人 唯一的癖好就是偷偷溜进别人家 剃光主人的头发 然后自己收藏 看着无心的板寸 莫非你的头发是我剃的 说着他竟从身上掏出一把头发 让无心看哪个是他的 只见无心摸了摸头 却说他不要头发 猴子纳闷了 既然往日无怨近日无仇 干嘛死追着自己不放 这人脑子指定有点问题 猴子吓得赶紧破窗而逃 但无心很快就追了上来 两人一番缠斗 打的是火花四剑 可猴子哪是无心的对手 他很快被打倒在地 无心解释自己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让他杀死自己 狡猾的猴子一边表示不理解 一边偷偷拿起一旁的竹棍 然后趁无心不注意 猛地扎进无心的心口 奇怪的是 无心竟跟个没事人似的 慢悠悠地拔下竹棍 怎么总愿意把人军口上戳呢 怪疼的 猴子疑惑地往他心口看去 只见他心口处空空荡荡 这人竟然没有心脏 无心跟猴子金坦白 说自己活够了 猴子不理解人怎么还能活够了呢 他告诉无心 自己有一门祖传秘籍 可以让人看到未来的画面 也许看看未来的美好 无心就没那么想死了 说着他便让无心闭上眼睛 只见猴子双手做法在眼前划过 他双眼顿时冒出红光 而一旁的无心瞬间有所感应 无数画面从他脑海一闪过 甚至还有千年后的飞机大炮 看到这里你就知道这一季正是第一季的前传 未来的画面超出了无心的认知 他以为猴子在戏耍自己 猴子赶紧解释说可能用力过猛了 让无心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这次他只睁开了一只眼睛 这次无心的脑海中竟浮现出一身穿红衣的女子 她从单炉中飞出 而后一脚将其踢翻 无心并不相信自己看到的画面 但他不知道 这位女子正是自己的救星 而这人竟跟百年后的月起罗长得一模一样 据说宫女发际线越高越能得皇帝恩宠 这位贾美人就因为发际线极高 被皇帝宠上了天 她原本是冷宫一位平平无奇的小宫女 但有一天却突然变得光彩照人 皇上一眼就相中了她赠光瓦亮的大脑门 特赐封号贾美人 无心陪青鸾来宫里找弟弟 却在贾美人身上发现有妖气 但他身上的妖气极其微弱 倒像是后天沾染上的妖气 为了除妖 无心很快就混成了贾美人身边最得宠的太监 这天他在伺候贾美人吃饭的时候 偷偷在他的酒中加入了自己的除妖之血 到了晚上 贾美人房间里突然传出一声惨叫 工人们赶去查看 却被他借口做噩梦打发走了 无心刚想进去查看 身后突然出现一人 原来前几日太叶持妖气大盛 他是负责来调查的 今天白天小五用碳妖锁查出妖气就指向无心 无心等他解释那妖气是贾美人身上的 见他不信 便决定带他一起进去看看 他们用隐身术混进贾美人的房间 只见白日里还貌美的贾美人 近一夜之间老了十几岁 与此同时无心还在贾美人的房间里 发现了一扇暗门 可惜自己进不去 第二天贾美人服下御膳房送去的养龙汤之后 在出现时竟重新恢复了美貌 而他身上的妖气也回来了 青鸾觉得这御膳房有问题 于是他们决定兵分两路 青鸾去调查御膳房 无心则想办法进入贾美人房间的密室 分别前无心交给青鸾一个御坠 让他遇到危险就打破他 青鸾在御膳房里很快就受到了总管的赏识 还让青鸾跟着自己的徒弟胖哥学习 晚上青鸾偷溜进御膳房查线索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了一个人 竟是失踪已久的上青天 原来那日他们正躲在龟壳里喝酒 外面突然一阵地动山摇 只见一个宦官打扮的人操控着铃铛 将他们抓走 为青鸾不要担心 谁知第二天总管就找到青鸾 说见过一个同他长辈一样的那时 青鸾赶紧询问他人在哪里 总管让青鸾跟着自己四处去问问 青鸾担心玄壶的下落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与此同时无心他们衬甲美人外处 成功混进了密室 在密室里他们发现了一个上锁的箱子 微长老他们竟被关在了箱子里 无心让小五赶紧开锁 就在这时他掌心突然变得滚烫起来 是青鸾出事了 无心便让小五抓紧开锁 自己则带着上青天去救青鸾 可他刚走没多久 甲美人就回来了 他派人搬走了箱子 他竟要杀掉箱子里的生灵 来让自己长生 他先抓来一对双胞胎姐弟 又抓来七个成金的鞋碎 只要取出他们的精血 然后将其服下 就能将寿命延长一倍 现在这个男人把两样都凑齐了 只见他双手做法划破双胞胎的手腕 血滴在铃铛上 鞋碎的元气也被逼出来 一起涌向丹炉 男人眼神冒出蓝光正准备服用 而就在此时 无心及时赶来 他急忙飞身上前想要救下青鸾 但男人怎么可能让他坏事 他狠狠掐住无心的脖子 青鸾见无心受伤心中焦急 疯狂地挣扎起来 他竟震脱了男人的控制 而后一脚踢飞了丹炉 破了他的法术 这一幕竟和无心之前预测到的景象一模一样 法术被破后 男人的周身都冒出一团死气 他竟惨叫着肉身开始破碎 谁也没有注意到玄壶竟偷偷藏下了男人的法器铃铛 这时之后 青鸾在街上突然见到一对恩爱的情侣 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他想跟无心谈恋爱 以前他都是在为弟弟而活 而如今无心唤醒了他少女的春星 青鸾开始幻想自己跟无心谈恋爱的场景 导演的这种强行CP组合方式 我还是头一次见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弟弟玄壶 玄壶却觉得他在胡闹 但青鸾却说自己只跟无心交往一年 一年后等玄壶考取了功名就安心做他的替身 玄壶看着这样的青鸾如此可怜 也就勉强答应了 而另一边 无心想起猴子精的话 他说那位踢翻单卢的红衣女子 就是能帮助自己解脱的人 可眼下看来这人极有可能就是青鸾 恰巧就在这时 青鸾带着银两盒契约找了过来 他提出要包养无心 而且也不是长期包养 就养无心一年 无心听完整个人都懵了 没想到自己也有当小白脸的一天 他说什么也不肯答应 可青鸾却说自己六岁就克死了两门娃娃亲 其他上门求亲的也是非死即伤 无心要是跟自己谈恋爱 说不定用不了一年就被克死了 对于一心想寻死的无心 这个条件的诱惑还很大的 无心想了半天勉强答应了 如果换做是我 这种好事还用想吗 可这个少女真能克死这个老不死的吗 只见无心刚在契约上按下手印 天空中就闪过一阵惊雷 这天 俩人来到摊前买不了 突然摊主手中的剪刀 净重鞋般戳向无心的屁股 好在无心的屁股印 并没有伤及性命 很快他们又来到小吃摊前吃东西 青鸾看着旁边的小情侣互相喂食 便提议要喂无心 谁知刚喂两口 无心就被噎住 好在无心的嗓子也大 没有被噎死 好不容易吃完饭 两人逛街的时候 青鸾手里的风筝突然飞走了 无心连忙去捡 但刚跑几步地上突然出现一个西瓜皮 无心摔了个狗吃屎 好在风筝也被震得掉了下来 好不容易撑过了一天 两人来到房顶上看夕阳 青鸾告诉无心包养他这钱花的真挚 竟没有在一天内把他克死 他们幻想着美好的未来 可这样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青鸾就收到了一封家书 说他们的娘亲去世了 青鸾和玄虎马上收拾行李 准备回家奔丧 可就在青鸾跟无心告别准备启程时 又收到了一封信 信中是一张手卷 让他们千万不要回家 而昨夜青鸾的娘亲给他托梦说的也是这句话 无心手指划过双眼 手卷之中竟透出微弱的紫光 这是他娘亲留下的执念 无心告诉青鸾他们这卷派中的执念许久不散 他们的母亲恐怕不是自然死亡 姐弟二人定要回去查出凶手 无心担心青鸾贸然回去有危险 便提出要跟他们一起回去 很快无心就带着上青天同青鸾他们上路了 半路上青天下车放水 却被长明派的人抓住 他们要杀了上青天为总管报仇 上青天为了活命只能出卖无心 他带着长明的人来到无心面前 高喊着为舵主报仇 然后趁机溜了过去 无心则与长明的人打斗起来 上青天让青鸾赶紧藏好 谁知青鸾竟拔剑冲了过去 可对方人多势众 眼看无心二人就要不敌 上青天赶忙冲上前 让无心给他凑几条裤腰带 无心打斗时扯下众人的裤腰带 然后丢给上青天 眼看长明的人攻势越发猛烈 无心为了保护青鸾甚至被砍去了一条手臂 好在上青天很快就将酷腰带团成团丢给无心 无心接过后连忙施法 地面这时突然裂开一道裂痕 领头的男人说这不过是障眼法 然后率先冲上前去 结果竟掉进了万丈深渊 剩下的人也不敢上前 无心用幻术暂时困住了他们后 赶紧带着青鸾他们离开 却不想因为刚才的变故 车夫静下地逃走了 好在把行李留给了他们 几人只能拿着行李继续上路 他们在河边休整的时候 玄虎指责上青天贪生怕死 拿他们所有人的命冒险 上青天说自己好歹救过玄虎 让他原谅自己一次 两人开始都起了嘴 你尚感觉要救我 也没问我头不同意 事后一笔人情账就记在我头上 还妄图一次要挟 真是岂有此理 你你你你你 就在这时突然冒出一个小汗 指责玄虎刻薄 还将玄虎刚刚说的话 一字不漏地复述下来 你尚感觉要救我 也没问我同不同意 事后一笔人情账就记在了我头上 哼还妄图一次要挟 真是岂有此理 见这孩子记忆力惊人 上青天便说要考考他 接着便背了一首绕口的四言诗 没想到这孩子不但完整背下 甚至还能倒背如流 众人纷纷夸赞这孩子简直是神头 谁知这孩子却说他们村子里 连傻子都能过目不忘 这引起了无心的注意 他请这孩子带他们去村子里看看 果然这村子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 在一个闭塞的小山村 村民们都供奉着一个神 只要拜一拜他 就能获得过目不忘的超能力 奇怪的是 这超能力却成为了他们的烦恼 因为只要他们见过听过的东西 就一辈子都忘不掉 人的大脑容量有限 有人见识得多了 就变成了傻子 所以这里的村民永远不敢走出村庄 为了不让生活太无聊 他们每年都会请外面的人来给他们讲故事 无心他们的到来让村里人非常高兴 他们热情地招待了无心等人 作为回报 上青天也给村民们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逗得村民们哈哈大笑 与此同时 无心他们发现这里的村民 都在供奉着一棵古树 村长告诉他们这是一棵神树 一直保佑他们村子风调雨顺 而无心则在树后发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 看来这神树早已有灵 青鸾因为母亲的死终日不能入眠 这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树下闷闷不乐 无心为了安慰他特意给他烤柿子吃 等无心回来时却发现青鸾已经睡着了 而他头上不知被谁放了一朵小花 无心知道是白天见到的老头做的 第二天无心用天眼探查村庄 果然在湖边找到了两个白胡子老头 两人正在下棋 无心上前感谢老者帮青鸾安睡 原来这两位老者的真身正是上古神树立木树 传说只要见过立木的人会对这树过目不忘 按理说他们每三百年就会开花 花落后树木就会枯萎 种子成风而去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轮回 可是他的兄长却害怕外面的危险 迟迟不愿意开花 这树在此地一扎根就是九百年 也因此影响了周围的村民 让他们有了过目不忘的能力 无心劝老者也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可老者却说他们一旦开花 进入新的轮回后 就会将前程往事都忘光 他的兄长不愿意忘记 才将根一直扎在这里 无心知道自己没法左右老者的想法 只能劝他为自己活一次 这天晚上无心突然听到外面有一响 出去一看竟发现长明派的人闯进了村庄 将两个树林绑了起来 青鸾也被他们抓住 领头的人看见无心的手臂竟然又找了回来 他表示非常惊讶 无心告诉他们自己是不死之身 如果他们拾去就赶紧放了青鸾 领头的知道自己杀不了无心 便放了青鸾 但没想到青鸾刚离开 那领头的男人就朝他射出毒针 无心赶紧去阻拦弹还是来不及了 就在这紧要关头 树林为了救下青鸾竟然主动开花 栗木花粉撒向长明的人 他们因此全部失去了记忆 而栗木开花后很快就会枯萎 两位老者也向无心他们告别 村子里的人失去了过目不忘的能力 他们也终于能走出这个村庄 去见识外面的天地 而长明的人竟失去了之前的全部记忆 无心便给他们起了名字 大侍子 你呢叫二十四 你们几个叫三四五六七侍子 还让他们再在村里帮忙干活 无心他们休整过后也终于启程 三天后他们回到了青鸾的老家 正好赶上家里的下人 排着棺木准备将青鸾的母亲下葬 他们便要求验尸 金玉这是重大 恕老婆不能从命 金玉若是你们执意要出殡 那就从我和弟弟的尸体上踏过去 这让府里的八个姨太非常不满 主母更是指责她不孝 将已经出门的棺材继续停放在家中 不仅影响家里的安妮 也会招惹晦气 但青鸾却说自己母亲是被人害死的 主母却说青鸾这些话无凭无据 三姨太的女儿更是直言 青鸾是伤心过度才会胡思乱想 言语刻薄地让青鸾接不上话 好在这是弟弟悬乎出声 指责众人这么急着将他们娘亲下葬 肯定是心里有鬼 就在众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府里的大公子回来了 他平时带姐弟俩很好 劝说主母让他们姐弟俩见一眼母亲也好 在灵堂里 无心用天眼查看二姨娘的尸体 却并无异常 上青天上前去闻尸身 也没有闻出中毒的迹象 仔细查看后身体表面也没有外伤 难不成真是意外 青鸾不愿就此罢休 想拖延下葬 便提出要为自己的母亲守灵 可主母却要求立即下葬 派人送来了一封信 说一切等他回来再定夺 就在众人回去的路上 一个小孩推了青鸾一下 这是八姨娘的儿子白鹤 这孩子生下来就是个傻子 众人只当孩子玩闹并没有放在心上 却不知道他才是解开谜团的关键 青鸾刚回到房间 先前一直伺候二姨娘的丫鬟就找了过来 哭着说二姨娘是被三姨娘害死的 原来自从青鸾姐弟去了长安后 三姨娘就一直在找二姨娘的麻烦 那天他故意把兔子放进二姨娘的菜园 把青菜全都毁了 二姨娘去找他理论 结果没说几句他就诬陷二姨娘打人 三姨娘的女儿立马带人进来 将二姨娘打了一顿 当天晚上二姨娘就暴病不起 大夫诊断是气血上有引发的中风 但没过多久病就好了 奇怪的是 病好之后二姨娘非要去庙里上香 可先前二姨娘从来不喜欢去庙里 更奇怪的是 二姨娘竟然不肯带丫鬟去 反倒带着三姨娘一起去了寺庙 在寺庙住了几天回来后 刚到门口 二姨娘就倒地身亡 看来三姨娘母女俩的确有问题 先前在灵堂上 他们就一直拦阻青鸾 无心决定去试探一下这母女二人 第二天 青鸾就带着无心在三姨娘门口做法 借口说是二姨娘托梦 说她晚上会来找三姨娘酗酒 那对母女果然心神大乱 而紧接着怪事真的发生了 只见茶壶突然腾空而起 竟自己倒起了水 女人们吓坏了 纷纷跑出去 坏事做尽的女主人吓得打开柜门 翻出里面的神仙人偶 对着她不停地跪拜 女儿劝她说一定是有人在装神弄鬼 结果下一秒 茶壶的盖子又自己动了起来 女儿也吓得连连跪拜 而他们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会隐身术的无心法师做的 因为家里的二姨娘被人害死 无心想看看他们是不是心里有鬼 见母女二人如此慌张 无心猜测此时定和他们母女有关 深夜 母女二人吓得色缩在床上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诡异的声响 三姨太让女儿下去看看 只见她紧张地伸手准备开门 就在这时房门被推开 母女二人吓得落荒而逃 一回头才发现是青鸾带着人进来了 她正是死去的二姨娘的女儿 母女二人立即恢复了嚣张的气焰 一口咬定青鸾的娘自己命短 跟他们可没有关系 青鸾文言顿时将剑横在她的脖子上 而无心则上前打开了柜门 拿出了三姨太白天跪拜的人偶 而人偶里放着一个纸条 正是二姨太的生辰八字 这是古代的一种诅咒之术 青鸾说要把这是报告给自己的父亲 三姨太母女一听 立马心神大乱 无心则趁机施法进入了两人的回忆 原来这母女二人嫉妒二姨太被老爷宠爱 便重金买来这个人偶诅咒二姨太 那天她故意激怒二姨太 趁机薅下她的头发 再搞来她的生辰八字 据说这样人就会被诅咒 二姨太回去后果然重病不起 可没过两天 她竟有好端端地坐在床上 三姨太以为是人偶离得太远 效力不足 便将人偶放在二姨太的床上 这天正好听见她要去庙里拜佛 便要跟着一起去 奇怪的是 醒来后的二姨太身躯眼神都异常僵硬 仿佛中邪一般 就连拜佛时都一动不动 这天晚上 三姨太偷偷溜到二姨太的房门口 她刚凑进门口 就听见里面传来说话声 这大把眼呢 你也舍不及 三姨太再凑过去 那声音竟更大了 她吓得赶紧溜走 无心想一探究竟 可她只能看见三姨太的记忆 门里面她根本进不去 只能被三姨太的记忆拉扯着离开 两人很快就从寺庙回到了家中 可刚到家门口 二姨太竟倒地身亡了 从三姨太的记忆出来后 无心知道凶手并不是她 这母女二人头脑简单胆小怕事 指定当不了凶手 无心想起在三姨太的记忆里 曾听见她在房间里有人说话 看来二姨太的死 跟这寺庙肯定有关系 可是无心在寺庙探查一圈后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竟在门口见到了一只狗 无心想惊到狗的记忆里去一看究竟 据说动物能看见人类看不见的东西 无心施法惊到狗的记忆 她果然看到二姨太身上 散发着诡异的邪气 看来她定是被邪恶害死的 无心告诉青鸾 自己需要再咽一次二姨太的尸体 他们把棺木打开 无心的手按在二姨太的后脑勺 她很快就发现了端倪 在她的脖子后竟插有一个针眼 无心想拔出里面的东西 却怎么也拔不出来 于是她咬破手指 在镊子上沾上自己的除妖之血 只见镊子一接触针口就冒出白烟 随即竟从里面加出一根长针 无心用天眼查看 竟是一个戴着面具的黑衣人 将银针刺进二姨娘的身体 把她变成了被操控的傀儡 凶手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正当他们疑惑的时候 上青天突然闻到了一股火油的味道 玄乎这时来到火盆前查看 那味道好像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而这火盆正是刚刚大太太派人送来的 意识到不对的无心赶紧让玄乎闪开 可还是太晚了 木炭接触到下面藏着的火油后瞬间燃烧 顿时火光冲天 屋内燃起烈火 上青天想开门出去 但门口竟正压着一道符纸 无心双手做法念起咒语 门外的符纸瞬间被烧毁 无心破门而出 等众人逃出后才发现 玄乎的半边脸已经被烧毁了 想来是有人故意设计想除掉它们 顺便毁掉二姨娘的尸体 而就在这时 青鸾和无心看到了一脸冷笑的大太太 大火虽然被扑灭了 但是二姨娘的尸体也被烧毁 管家把骨灰交给青鸾 青鸾看着骨灰立誓 一定要为母亲讨回公道 他冲出去找大太太对质 可灵堂的大火过后什么证据都没留下 眼下大太太说是天干物燥着的火 青鸾也奈何不了他 但经过他的一番试探 已经确定了二姨太的死跟大太太脱不了干系 在回去的路上 青鸾又被白鹤推了一下 他看着这个吃傻的弟弟 又想起八一太先前说过的话 他似乎在暗示自己什么 便同无心来找八一太 此时的八一太正在整理自己的珠宝 见有人敲门 他赶紧把珠宝藏起来 青鸾进门后问起他母亲的死因 谁知八一太此时竟装起了啥 无心见状干脆掀开床上的被子 露出里面的珠宝首饰 显然这些都是凶手给他的封口费 眼见事情败露 八一太也不藏这叶着网 他告诉青鸾要想知道真相 就给自己一百两黄金 可青鸾东拼西凑也凑不出这么多钱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无心打开自己的小木箱 把自己跟秦始皇拜靶子时的玉佩拿了出来 可等他们凑完钱去找八一太时 他却失踪了 但府里的人却顾及家里的名声不愿意报关 就在无心他们寻找八一太为果的时候 一直照顾二一太的丫鬟竟也离弃惨死 无心知道凶手怕真相快要被揭露 才会疯狂灭口 他决定再给凶手添一把火 说自己已经找到了幕后凶手的线索 只需要三天就能找到他的藏身之处 果然大太太坐不住了 他先从头上拔出一根银针 然后扎进黑猫的头颅 只见黑猫的双眼发出蓝光 他竟开口说话了 蠢猫 你被人监视 女人文言瞬间拿起一旁的香炉 狠狠地砸向门口 只见地板上出现竖道脚印 正是隐身偷听的上青天 他告诉无心大太太的猫成精了 原来他一直在通过这些动物和背后的法式联系 怪不得无心一直找不到他的下落 不过这次法师知道自己被跟踪 也应该快现身了 果然 这天夜里青鸾和玄狐正坐在屋内 天花板上突然有个女妖从天而降 他的力爪在床板留下深深的痕迹 青鸾拔出长剑与他打斗起来 这人竟是失踪的八一太 无心这时及时赶到 将一张符纸贴在八一太头顶 与此同时 外面的法师正抛控着自己的傀儡 躲避无心的攻击 八一太退出屋外 房门顿时紧闭 上青天这时突然出现一麻袋套住八一太 但很快被他挣脱 无心这时推门进来制服了八一太 就在他准备拔出控制八一太的银针时 书架上的书籍突然向他们飞来 八一太趁机逃脱了控制 从屋外逃走了 无心赶紧去追 而那位法师此刻正在亭子里做法 无心刚想上前 八一太就向他袭来 两人再次打斗起来 无心一声大吼把八一太给喊懵了 而他则趁机置住八一太拔下他手上的力爪 但没想到他竟然还会自己长出来 无心干脆把他按在地上将他的四肢交叉 可无心刚起身 八一太又接着站起来 无心一把扯过他的手 竟直接扎进了自己的胸口 八一太的手上沾了无心的血 上面开始冒出丝丝黑烟 看着惨叫的八一太 无心也顺势鬼叫一声躺在地上装死 那法师见状来到无心身前查看 却不想无心突然起身攻击他 两人来到亭间斗法 那法师见自己落了下风 竟敢忙逃走了 就在这时八一太再次出现在无心身后 清卵和尚青天赶到准备帮忙 这时无心已经制住八一太 他拔下他脖子后面的银针 八一太口中净吐出一条手臂粗细的长蛇 无心将血按在八一太头顶 他身上的邪气被驱除后人也彻底没了生机 而那长蛇也化作一团黑气消散 就在这时三一太的女儿带着下人赶到 他看着八一太的尸体大喊杀人了 大太太见此情形便指责清卵包庇外人 很快关钗就赶到准备逮捕无心 无心告诉清卵这些官差已经被收买了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他让清卵赶紧带着玄虎等人离开 去找他父亲回来主持大局 而随着无心被抓 真正的凶手竟也浮出了水面 这个儿子能有多孝顺 害死他爹的两个老婆后 竟然还准备带着他爹的大老婆私奔 此事一出 女孩赶紧找到父亲 请求他回家主持公道 两人在回家前先去官府撤了案子 将无心救了出来 等父亲回家后才发现大儿子已经躲了出去 可是大太太竟然没有逃走 反而还有失无恐 抛开他身后的家族 无心推断他们一定还有图谋 因此才不愿逃走 而所有的证据此刻已经被他们销毁 就连先前从二姨太守中抢夺的东西也放回了原处 刘老爷暂时拿大太太没办法 只能下令将她软禁 与此同时刘老爷找了好几个大夫治疗玄虎的脸 可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刘老爷对待清卵和玄虎的态度开始变得冷淡 甚至看着清卵质问他为什么不是一个男孩子 说着就让清卵滚 原来父亲曾经看中他们姐弟 不过是指望他们能延续柳家的相同 振兴家族可现在玄虎的连毁了 他多年的谋划也因此落空 刘老爷决定惩治凶手 但大儿子一直以公务为理由不肯回家 他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原来坊间一直传言说柳家藏着传世秘宝 现在刘老爷干脆当着众人的面承认了这个传闻 第二天离家多时的大郎君也回到家中 所有人都守在胡心亭等着刘老爷拿出秘宝 只见他拿出一个盒子 然后来到胡心亭中央 随着他将钥匙一个个插进锁口 地板竟突然打开 里面竟藏有一间密室 刘老爷告诉众人这下面就是柳家的秘宝 现在他准备把这秘宝分给众人 谁先下去拿到什么那只东西就归谁了 这很显然是刘老爷为大儿子做的一场局 可秘宝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就在众人都在游一的时候 三姨娘的女儿突然站出来 刘老爷同意了 他下去许久都没有动静 三姨太这时提出他也想下去看看 刘老爷看着他只能也同意了 可三姨太刚下去没多久 里面竟传出两声凄厉的惨叫 洞口处竟然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女 正是三姨娘 他们母女二人竟然瞬间老了几十岁 无心前去探查的时候 发现他们二人被挟气入侵 神志近毁 已经没救了 与此同时一位不速之客找上了门 男人来看未婚妻 却突然冲出来一个容貌枯搞的老太太 她疯了一样死死掐住男人的脖子 下人很快将女人拉走 而男人则小心地上前 只见角落里坐着一个少女打扮的人 可她的面容却异常苍老 男人小心地剥开女人的头发 正是自己的未婚妻 女人见到她就开始大叫着让她离开 无心看不下去 便对着铜镜施法 然后将铜镜递给女人 女人看着铜镜中的自己又恢复了年轻貌美 她抓着未婚夫的手 问她什么时候娶自己 男人拿出神药说吃下后就能恢复容貌 而这其实是安眠药 沉睡的女人还不知道 未婚夫正式来杀她的 到了晚上 房间里传出女人凄厉的叫声 等下人无心感到的时候 发现三一太疯了一样用脑袋撞墙 直到下人喂下药才安静下来 可几天后 下人在进来的时候 却发现三一太母女失踪了 窗外这时飘来发丝 丫鬟一路顺着头发长过去 竟看到三一太躺在地上 无心感到时用天眼查看 发现她竟然生生扣下了双眼 而三一太的女儿也跳楼自尽 得到消息的未婚夫联盟前来兴师问罪 她是节度使家的数字 父亲的官职比刘老爷要大许多 因此刘老爷也不敢得罪她 她表面上是为未婚妻讨回公道 其实话里话外都在要刘老爷交出秘宝 可刘老爷却推辞说女儿是意外身亡 跟秘宝没有关系 而另一边玄虎也想要这秘宝 她跪在刘老爷门外 请她将秘宝交给自己 而这一切都被大太太看在眼里 她马上派人去盯紧青鸾 果然看见她偷走了装钥匙的盒子 原来这姐弟二人是故意用苦肉计调虎离山 大太太马上把消息传去捷渡师父 而这天晚上 玄虎拿着钥匙偷偷来到了胡心亭 殊不知大太太早已暗中盯紧了她 等她从密室拿着箱子上来时 马上就被大太太和柳金鹏的人拿下 可等她打开箱子一看 里面竟然是空的 就在这时青鸾一把长剑横在金鹏的脖子上 刘老爷也带着下人包围了他们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做的喜 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 好给柳金鹏安下一个盗区府中密宝的罪名 与此同时 无心终于查出三亿太太太们真正的死因 原来是十七公子趁着毒出给他们二人下了蛊虫 看来他一开始就是冲着密宝来的 无心意识到青鸾有危险 而另一边 柳金鹏被抓后却并不慌张 你又怎么知道 谁是螳螂 谁是黄泉 话音刚落 树到力剑袭来 刘府很快就被官兵包围 刘老爷他们全被抓了起来 柳金鹏也终于说出了这一切的真相 这个男孩摔倒在地上 父亲看见后赶紧策马赶来 男孩以为父亲是来救自己的 谁知父亲是想要踩死他 只见马速越来越快 男孩下意识地往旁边闪躲 马蹄就这样踩断了他的右腿 父亲听着男孩的惨叫 却只恨没能踩爆他的脑袋 这个男孩就是小时候的柳金鹏 而刘老爷之所以这么对他就因为他根本不是自己的孩子 原来刘老爷与当年的刘夫人貌合神灵 在他下海经商期间 刘夫人爱上了别人还生下了柳金鹏 几年后刘老爷回府后一顶天大的帽子就扣在了头上 他不敢将家丑外扬 竟将刘夫人锁在房里活活饿死 柳金鹏不惜与外人勾结就是为了报复刘老爷 他命令刘老爷打开密室 随后又让青鸾姐弟下去取宝 就在这时无心主动站出来要代替青鸾他们下去 缓缓走下去 只见密室里空空荡荡只有正中间放了一个小盒子 无心想走过去 但前方烟雾笼罩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阻碍他 无心奋力向前 他的皮肤开始一寸寸衰老 脸皮都皱了起来 只见无心将沾满血的手对准前方 这烟雾果然怕他的血 无心双手做法将血气笼罩在周身 无心果然顺利地拿到了盒子 他当想出去却突然想到了什么 等他再爬出洞口时 身上竟变得伤痕累累 十七兴奋地接过盒子 里面竟是一个陶友 据说这里面藏着长生的秘书 正当他高兴的时候 无心单手做法擒住了十七 他勒令众人赶紧把人放了 随后便带着轻软撤退 可就在他准备施展隐身术逃走时 天空突然飞来大批碧绿的虫子 他们纷纷涌进十七的身体 下一秒他竟突然暴走挣脱了无心的控制 并与他打斗起来 而那位神秘的法师也终于出现 同无心抢夺他手上的盒子 与此同时自这盒子被拿上来后 悬壶腰间的铃铛就响个不停 他知道里面的东西 极有可能能让自己恢复 于是也冲上前抢夺 那盒子直直地摔在地上 里面的陶勇碎裂 竟冒出一团漆黑的雾气 钻进了悬壶的铃铛 而无心失去了人质 也被十七带来的士兵设成了筛子 他们又被抓了起来 另一边杰度使知道 儿子私自调兵非常生气 就在这时法师出现了 他一直为杰度使治疗头疼的毛病 眼下去柳家抢夺陶勇 就是因为藏着长生之法 能让杰度使免受病痛困扰 甚至还能永生不死 与此同时 无心被那位神秘的法师 关进了地牢 虽然无心不老不死 但这法师却以折磨他为乐趣 他操控飞虫画作数百长针 全部扎进无心的身体了 一连折磨了几日 无心实在不明白 怎么得罪眼前这人了 他自认为自己挺厚道的 法师文言便摘下了自己的面具 此人竟然是他 他第一次踏进神域 就有几只利剑射在他身上 奇怪的是 他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传说山里住了 为法术高深的法师 世人都来向他求生 只有这和尚拿了一袋子金子 过来求死 白琉璃以为无心在消遣自己 无心见他不幸 干脆拔下腿上的剑 又插进自己的心口 原来他最大的烦恼 就是自己怎么都死不了 白琉璃见状拔腿就走 其料无心竟直接抱住 他的腿开始死缠烂打 白琉璃没办法 只好答应下来 但前提是无心必须 留在这里给自己干苦命 无心为了死什么都肯答应 白琉璃让他顶替驴拉木 一连当了几个月驴之后 这天白琉璃竟然抱回来一个孩子 还说这是他的儿子 白琉璃跟无心讲起自己的身世 原来他的父亲是胡耀敏青世人 本来像他这种扮人扮腰的孩子 是活不长的 但他的父亲用自己的腰单救活了他 父母身亡后 白琉璃想找个人作伴 这才想方设法地找人 生下自己的孩子 可是白琉璃根本不会带孩子 他刚靠近这孩子就哭 无心说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让白琉璃赶紧找个大夫 大夫看着两个大男人 问谁是孩子的爹 我啊 孩子他娘呢 他啊 赶紧的吧 大夫开了一堆药走后 白琉璃终于把孩子的娘给找过来 但是这姑娘也不会照顾孩子 原来白琉璃这种物种 根本不可能有子嗣 可这姑娘太爱白琉璃了 竟在外面找了个孩子 白琉璃知道后赶走了他们 他也决定履行承诺帮无心去死 可是无论他怎么施法折磨无心 他就是死不了 这时白琉璃想起八十年前遇见的长明老祖 这老头对生死之道很有见解 可惜后来被人暗算封印了 白琉璃决定去放出长明老祖 无心则留下看家 他三百六十度鞠躬送走了白琉璃 几经跋涉白琉璃终于到了长明派 可白琉璃刚把封印破开一个缺口 就被阵法反噬 阵内的一缕飞烟就这样冲进了他的体面 等白琉璃好不容易回到家 却发现无心竟然偷偷逃走了 眼下无心落到他手里 白琉璃自然不会轻易地放过无心 无心问起白琉璃后来发生了什么 原来那黑气进入白琉璃体内后 就一直蚕食他的生机 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救出长明老祖 当年老祖被封印后 无旅元神被存放在桃涌里散落四处 如今他已经找齐了五个桃涌 只要将这无旅元神跟被封印的元神结合 就能放出长明老祖 因为玄虎打碎了桃涌 其中一旅元神现在在他的身体里 他知道青鸾肯定会跟着同行 他不放心便跟白琉璃做了个交易 让他带自己一起去长明 但就在路上竟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突然一个士兵被黑气袭击 而后倒地不起 玄虎揭开士兵的头盔查看 这个本来年轻的士兵竟衰老了树北 突然黑气从他的口中窜出 玄虎见状吓得赶紧逃跑 但那黑气很快就追上了他 可奇怪的是 他却并没有攻击玄虎 而是围着地上的铃铛不停打转 玄虎捡起铃铛轻轻摇了几下 那黑气竟然钻进了铃铛中 难道这鞋碎认识玄虎 就在这时青鸾带着无星赶过来 等他们赶回营地的时候 竟有数百道黑气在袭击军队 无星将血点在青鸾他们没心后 就迅速上前帮忙驱赶黑气 青鸾与黑气缠斗时被逼至悬崖边上 就在这时柳金鹏竟侧马赶来 他手中长边一甩 青鸾就被他打落悬崖 无星见状赶紧飞升去就青鸾 而另一边 为了不再遭受黑气的袭击 白琉璃用法术筑起一道屏障 那黑气果然进不来了 他让所有人都老实地待在村子里 很快就会有人来接应他们 等他们在村子里安顿下来后 失去姐姐的玄虎去找柳金鹏算账 却被他狠狠羞辱一番 然后关了起来 就在这时 他腰间的铃铛开始疯狂地摇动起来 玄虎解下铃铛 只见他飞出后竟吸干了一只鸟的精气 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很快这周围的鸟全被吸成了干湿 这天夜里 玄虎开始用人做实验 他操控铃铛生生吸干了一个士兵的精气 而这些被吸食的精气又全被玄虎用来恢复伤势 他摘下面张 脸上的伤疤果然不见了 可没过多久 那些伤疤又再次出现 看来他还需要更多的精气 就在这时 青鸾和无星竟然回来了 原来他们掉落悬崖后并没有死 玄虎看着一脸不甘的柳金鹏 知道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姐弟 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 又在柳金鹏即将被吸干之时 无星竟顺着铃铛的声音找过来 等他们推门进来的时候 只看见玄虎和金鹏都倒在地上 可惜柳金鹏并没有死 第二天白琉璃修复了阵法 而他的救兵也终于赶到 来人正是长明派的少祖 白琉璃将无星带到少祖面前 告诉他无星可以帮他们破除阵法 随即在无星手臂上划出一道口子 可转瞬之间伤口竟自己愈合了 少祖这才放心将破除法阵的重任交给无星 可无星还不知道 一旦法阵破除 玄虎体内的原神离体他就会死 而偷听到一切的玄虎不甘心就这样死去 他竟然主动找到长明少祖 求他让自己死个明白 少祖告诉玄虎 修行之人可以夺取生机来壮大自身 就往杯中加水最终海纳板穿 可玄虎现在的身体就像是充满裂痕的杯子 就算注入再多的生机也留不住 但他的话却点醒了玄虎 第二天一行人来到长明派 无星用天眼查看法阵 只见上方黑气缭绕凶险一场 无星用剑划破掌心然后飞身上前 他将鞋甩向法阵 然后纵身飞进黑雾 只见里面狂宗大作黑雾裹挟着惊雷 无星拼命靠近阵眼 狂宗化作锋刃在他身上留下数道伤口 伤口不断愈合又裂开 无星终于捏碎了阵眼 星鸾赶紧冲过去查看他的伤势 两人终于互相看清了彼此的心理 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许下了一声 玄虎看着他们心中 急恨无星抢走了自己的姐姐 他跟青鸾大吵一架 历世自己一定要找到长生之法 玄虎再次找到长明少祖 提出想跟他做一笔交易 回来后玄虎主动跟青鸾和好 三人吃晚饭的时候 门口突然出现一个鬼鬼祟祟的蒙面人 无星抓住一看 竟是上青天 原来他不小心被长明的人抓住了 少祖看他会练丹 就把上青天留在了身边 无星让上青天继续回少祖身边当卧底 他总觉得这个少祖有什么阴谋 很快 怪事就发生了 军队里莫名有士兵失踪 无星出去寻找的时候 竟在悬崖下发现了被吸干生机的尸体 而长明派中也陆陆续续有弟子失踪 无星怀疑这一切是玄虎做的 他故意将血放进汤里 夜里玄虎果然被他的血折磨得痛不欲生 他只能出来吸食长明的弟子为自己恢复 却不知这是无星的连环境 他假冒长明弟子故意引玄虎上弓 抓住玄虎后他也交代出一切 原来少祖并不是想复活老祖 而是要把他炼成丹药 无星让青鸾看好玄虎 自己则去找少祖对质 没想到玄虎正是借口喝水 偷偷将水洒在符纸上 符纸褪色后 他就逃了出去 无星他们来到一处诡异的山洞 里面堆满了森森白骨 这就是传说中的万妖池 妖物一旦进入就会被妖火逼到法阵之中 随后法阵就会抽干妖物的法令 就在刚刚无星和白琉璃闯进长明少祖的房间 却发现他挟持青鸾进了密室 无星赶紧追了上去 却不想刚救下青鸾 青鸾就一掌拍向无星 这人竟然是玄虎假扮的 而真正的青鸾却被玄虎骗到一处安全的洞穴 他告诉青鸾自己要去追求长生之法 如果两天后自己还没回来 就让青鸾自己回家 说完玄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他被带到长明少祖面前 只见少祖将法术注入丹卢开始炼制老祖的元神 而随着他源源不断地抽取妖力 法阵之下的白琉璃口中吐出鲜血 这法阵正在快速吸取他的法令 数百道妖气从地下涌出 在丹卢之上汇聚成一团漆黑的雾气 就在这时 玄虎双手做法 袖中铃铛飞出 他竟开始跟少祖抢夺丹卢之中的力量 而另一边青鸾终于逃了出来 并在上青天的帮助下找到了万妖池的出口 他们合力将吴星和白琉璃救了出来 与此同时 玄虎最终没能抢过少祖反备振飞 好在吴星他们及时赶到 几人同长明的弟子打斗起来 少祖这时趁机炼化了老祖的元神 他得到了老祖全部的力量 眼看他如此丧心病狂 白琉璃和青鸾上前与他打斗 可就在少祖支柱两人时 吴星突然出现在他身前 他施展柱油树进入了少祖的记忆 只见里面一片漆黑 有一须发揭白的老者躺在那里 吴星赶紧把他叫起来 告诉老祖他快要被自己的弟子吃了 就在这时少祖清醒过来 可还是晚了 他体内老祖的元神开始了反噬 老祖和少祖的意识开始不断地争夺对身体的控制 少祖仿佛精神分裂一般开始自说自话 没过多久 他身体里就涌出树道飞气 将他生生吞噬 最终暴体而亡 谁也没注意到 其中一道黑气竟钻进了玄虎体内 他再次清醒了过来 而随着黑气一阵变化 长明老祖的身形显现出来 他见识到吴星的不死之身之后 表示极为震惊 白琉璃让老祖抓紧帮自己解决黑气 可老祖查看一番后 却说这黑气存在的时间太久 已经跟白琉璃融为一体 如果强行抽走他将性命不保 白琉璃文言便离开了 却不知常明老祖竟然盯上了吴星的身体 他准备朝吴星下手 这个老头手掌一挥 白天就被黑夜慢慢吞噬 之后就显现出数万星辰 老祖告诉吴星 这些都是他帮忙解脱的人 说白了就是这些人全被他杀了 老祖想让吴星把不死之身让给他 但有了媳妇的吴星又不想死了 说着就要离开 但老祖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完美的躯体 他操控黑气缠住吴星的双手 而后整个人钻进吴星体内 还劝他放下一切 谁知吴星内心强大 竟突然清醒过来逼走了老祖的元神 与此同时 青丸他们竟然遇上了石器公子 玄狐用鞋术杀死了石器 但他自己也因此耗尽了法力 就在这时柳金鹏竟带兵赶来 他自知石器死后自己无法交差 竟趁机挟持了玄狐 随后竟带着他纵身跳下悬崖 青丸赶紧一同跳了下去 吴星也紧随气候 可就在青丸要抓住玄狐时 他竟一头撞在了凸起的峭壁上 玄狐见状便拼尽最后一丝法力 将青丸送到吴星怀里 自己则跟柳金鹏一起坠崖身亡了 青丸醒后他们一起回到了柳家 此时的柳家已经闻停冷清 所有的一态都跑了 家里只剩下刘老爷跟那个傻孩子白鹤 白鹤看见青丸后就冲他叫三哥 青丸只当他把自己认成了玄狐 但一连几天青丸总觉得玄狐还在自己身边 上青天甚至在半夜听见青丸弹琴 可青丸却说自己根本不会弹琴 他越发确定玄狐一定藏在自己身边 为了让玄狐出现 青丸竟闭上双眼直直地向水尸倒去 果然在他身后出现红光拖住了青丸 下一秒他又回到了岸边 而玄狐也终于出现 原来那天坠崖后 他的一缕元神竟然钻进了青丸的身体 青丸想找吴星帮忙 但玄狐却说吴星肯定不会帮自己的 请求他不要将此事告诉吴星 青丸答应了 而另一边大太太从吴星那里得知了柳金鹏的死讯 这天夜里 他盛装打扮抱着一坛酒 来到了柳家祠堂 大太太将心中所有的不满都对着刘老爷发泄出来 气得刘老爷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大太太将酒坛猛地砸向祠堂 烈酒接触灯油后瞬间燃烧 大太太发出癫狂的笑 看着刘老爷风味一样冲进祠堂去救祖宗排位 就在这时青丸冲了进去 他刚扶起刘老爷 一旁的木桩突然倒下 千军一发之际 他身上竟出现一道红光挡住了木桩 刘老爷被救了出来 而玄壶寄生在青丸身上的事情再也瞒不住 这女人一日三餐的食物 竟是稀释活人的精气 她短短一周 竟吃光了整个村子的人 这天她正在吸人 胳膊却突然被人抓住 这人正是吴星法师 吴星把她带回去并揭露她吃人的暴行 弟弟只能靠吃人来维持姐姐的身体 但吴星却指责这一切都是因为弟弟强行寄生在姐姐身上 才造成的麻烦 就在吴星同弟弟玄壶争执的时候 姐姐青丸的意识出现了 她同玄壶争辩起来 指责她不该乱杀无辜 你答应过我不会再杀人的 姐 我杀的都是人渣 青丸请求吴星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救救玄壶 吴星提出可以将玄壶的元神引到物件上 谁知玄壶这时跳出来 骂吴星是个大骗子 吴星一忍再忍却不想玄壶越发嚣张 第二天吴星就搬来了一大堆道具 他在青丸旁边放了一个贴着符纸的稻草人 试图通过符纸将玄壶的元神引到稻草人身上 可惜毫无用处 玄壶指责他没用 两人又掐起架来 就在这时上青天告诉他们白琉璃来了 吴星同白琉璃须旧时告诉他玄壶寄生在青丸身上 谁知白琉璃却说他有办法 白琉璃竟然学会了长明老祖的隐仙阵 他想用这个阵法抽出玄壶的元神 吴星这时说起自己之前和白琉璃去过一个地方 那里比较适合施法 吴星将玄壶带到法阵之中定中 只见白琉璃操控木偶飞到玄壶身前 木偶中飞出一根红线缠住玄壶的脖子 就在这时 吴星手掌一挥 上方竟掉出一张贴满符纸的网照住白琉璃 而他身上竟冒出丝丝黑气 长明老祖你好啊 原来吴星早就发现这人行为举止不像白琉璃 刻意将计就计擒获他 吴星操控木偶 用隐仙阵将老祖的元神引出封印在木偶里 可是老祖的元神太强大 木偶竟然破碎了 吴星一路追击蛋还是被他逃走了 而另一边白琉璃因为老祖的寄生浑身的经脉都出在暴力的边缘 上青天查看后发现白琉璃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 玄壶没想到寄生的后果这么严重 如果他一直寄生在青鸾身上 那他与命也是早晚的事 他竟把主意打到了白鹤身上 想要寄生在白鹤体内 就在他快要得手的时候青鸾及时出现阻止了他 青鸾让玄壶安心待在自己体内 他表示自己和吴星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与此同时白琉璃也清醒过来 他告诉吴星长明老祖这次过来不止为了拿回自己的两成元神 更重要的是他想抢夺吴星的躯体 却不知一旁的玄壶听见后 脸上也露出了诡异的笑 他想趁机除掉吴星 这男人刚想睡觉 一团黑气却突然袭来缠住他的身体 将他生至半空 最后竟生生吸干了他的精气 吴星法师看到男人的死状 便知道是大邪最长明老祖干的 他和吴星交手后元气大伤 只能到处稀释精气来补充营养 眼下正是办掉他最好的时机 但老祖一旦躲起来 就连吴星的天眼也找不到 就在这时玄壶走进来 告诉吴星自己因为吞噬了老祖的两成元神 因此可以感知到他的大体位置 两人随即抓紧上街 可是到了街上 玄壶只是随意闲逛 还顺道掐了路边一个美女的屁股 女人转头扯过吴星就是一巴掌 我 流氓 我 两人在街上逛了一圈毫无收获 可等回到柳家 玄壶突然有了感应 这长明老祖就躲在这里 但奇怪的是他没有附身在任何人身上 吴星知道他早晚会动手 倒不如守株待兔 果然这天夜里 白鹤被一阵猫叫吸引偷跑出去 就在这时一团黑气从背后袭击了他 吴星听见惨叫赶紧出去查看 只见白鹤全身被黑气笼罩面容争名 吴星赶紧划破掌心将血飞出 白鹤转瞬就恢复了正常 而另一边青鸾坐在屋内 窗外竟透出诡异的黑气 化作一黑袍人影缠住青鸾 青鸾身上这时涌出树道红光与那黑雾缠在一起 他想上前帮忙却被死死控住 好在这时吴星及时赶到 他与黑气打斗起来但很可惜又让他逃跑了 吴星告诉玄壶必须尽快从青鸾身体里出来 否则青鸾会有危险 这时玄壶却提出想让自己离开 那就让他寄生在吴星的身体里 吴星答应了 只见玄壶指尖冒出红光进入吴星体内 等到青鸾再次醒来时 玄壶已经寄生在吴星的身体里 青鸾恼怒他们瞒着自己 他生气离开后吴星想要去追 但双腿却突然动弹不得 随后他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 只见吴星仿佛精神分裂一般开始自说自话 谁让你惹我姐生气的 这注意明明是你出的 吴星几次想要离开都被玄壶拦住 自从玄壶住进他的身体后 就处处同他作对 就连睡觉也不让吴星安生 大半夜的你叫什么叫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刚走几步就给吴星来了个大批茶 吴星实在忍无可忍 他来到自己的意识里 警告玄壶不要再捣乱 说着就控制四把长剑将玄壶定在原地 吴星这下终于能跟青鸽好好谈一回恋爱了 但玄壶很快又震脱出来 他控制吴星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 就在两人争执的时候 吴星突然捂住心口 一团飞气猛地袭向吴星的后背 他竟主动让邪碎进入自己的身体 就在邪碎将要占据他的身体时 男人秀中突然伸出一把匕首 想要趁机宰了邪碎 但邪碎意识到危险 突然跑出 竟钻进了刘老爷的身体里 原来吴星竟想用自己的身体封印邪碎 但这样的话 他体内的玄壶也会有危险 玄壶不同意吴星这样做 甚至还操控吴星的意识 试图打败吴星夺取他的身体 可玄壶根本不是吴星的对手 但吴星也关不住玄壶 这天 吴星突然从床上坐起来 他四肢僵硬地往屋外走去 是玄壶趁吴星睡着时控制了吴星 但吴星很快就清醒过来 两人大吵一架 吴星双手下压掌心冒出红光 下一秒一团红光从他嘴里飞出 就在这时一团黑气突然袭来 试图吞了这红光 好在吴星早有准备用血击退了黑气 而红光也回到了吴星的尸体 就在这时身后走出一人 正是被附身的刘老爷 原来这一切都是吴星做的局 他故意当着刘老爷的面跟玄乎争吵 让他以为有机可乘 借此引老祖出来 却没想到老祖竟用刘老爷威胁吴星 让他交出匕首 原来老祖早就试破了吴星的计划 吴星偷偷用匕首划破手心 然后将他扔给老祖 就在老祖放松警惕的时候 一张拂网从天儿降罩住了他 是青鸾赶了过来 吴星刚想趁机封印老祖 但他却捡起匕首划破了拂网 然后冲向青鸾 玄乎这时从吴星身体里 飞出与黑气缠斗在一起 而另一边青鸾被视控的刘老爷打伤 他将匕首抵在青鸾的脖子上 然后匕首高高举起就要杀了青鸾 就在这时 刘老爷尽意把推开青鸾 然后匕首狠狠扎进了自己心口 在最后一刻他清醒了过来 救下了自己的女儿 并用自己的身体困住了长明老祖 刘老爷告诉青鸾以后 不需要他再去担负家族众人 只希望他能为自己活成 他将青鸾托付给吴星后就去了 为了封印老祖 刘老爷的尸体上必须插着匕首 与此同时还要在棺木上抹上吴星的血 最后用长钉将棺材钉死 做完一切厚下了很大一场血 青鸾看着飞雪伸手去接 原来在雪地里看星 是这种感觉 吴星闻言顿时转头看去 这人竟是玄虎 他走上前一把抱住玄虎 玄虎告诉吴星自己现在很虚弱 以后会陷入沉睡 在沉睡之前 他将自己的姐姐托付给吴星 这对互相看不对眼的姐夫和小舅子 忠于兵事前嫌 但他们却不知道 事情远没有结束 插在刘老爷身上的匕首 在飞气的侵扰下竟然飞了出来 与此同时外散的飞气 钻进管家的身体 下一秒 他竟不受控制地 拿着匕首凿开了棺木 第二天青鸾来到灵堂 竟发现管家躺在地上 而棺木已经被打开 他小心地朝棺材内看去 吴星让老祖放了青鸾 他愿意主动献出自己的身体 吴星两手一抬 两旁的铁链顿时飞出 捆住他的身体 老祖见状飞到吴星身前 他伸手手指点在吴星眉心 准备裸去他的意识 就在吴星准备放弃抵抗的时候 青鸾的意识突然开口 他告诉吴星死亡 不是唯一的解脱 你答应过我 要跟我像如以摸一生的 让吴星不要轻易放弃 吴星脑海中顿时闪过 跟青鸾在一起的时光 他们一起看雪看夕阳 他教他指人法术 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激起了吴星的求生欲 他猛地清醒过来 挣脱开铁链 施法定住老祖 老祖发出痛苦的嘶吼 而吴星则趁机稳住他 将长明老祖 从青鸾的身体里吸了出来 锁在了自己体内 可老祖显然不会那么轻易放弃 下一秒吴星的手 竟然不受控制的一掌击飞了青鸾 吴星赶紧飞身上前 用后背替他挡住十块 但这样的撞击 也让老祖成功逃出了吴星的身体 他只能赶紧抱着青鸾逃跑 眼看长明老祖紧追不舍 几人赶紧躲进丹炉 但这丹炉早晚会被黑气侵蚀 就在这时白琉璃提出 让吴星在自己身上画下隐先阵 他要用自己毕生的法力 助吴星打败老祖 白琉璃心意已觉 吴星只能答应 外面的黑气已经彻底包围了丹炉 就在这时吴星冲出来 只见他掌心蓝光大盛 黑气终于退散了 长明老祖被打败了 可白琉璃也因此法力耗尽而亡 吴星将他放进水潭 只见他身体突然冒出道道蓝光 最终在半空汇聚成一颗珠子 珠子最终沉浸水面 上青天也同吴星他们告别 他经此一事后决定开宗立派 我叫上青天 青天白云 我的门派就叫青云棍 他走后 吴星也带着青鸾回家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 很快乐的一段时光 但冬去春来 青鸾的容颜渐渐衰老 很快就步履蹒跚到 需要吴星搀扶了 他们再次回到柳家老宅 在这里吴星陪着青鸾 走过了最后的时光 青鸾在临终之前 请吴星忘了一切 也忘了自己 只有这样吴星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他的一生太短了 吴星抱着青鸾痛哭 青鸾死后 吴星按着青鸾的心意 烧掉了他们的画像 吴星决定将一切都忘掉 在此之前 他准备再见一眼孤人 上青天真的像分别前说的那样 创立了青云棍 他已经老得头发胡子都摆了 吴星来到白琉璃死去的那个水碳店 他扔掉了箱子里一切的回忆 就在他准备施法忘却这一切时 突然有人叫住了他 数十年的沉睡 忘记一切的吴星再次来到长安 他对一切都充满好奇 在这样热闹繁华的街道上 吴星遇见了一个身披红色斗篷的姑娘 每部电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既然你能看到这里 那不妨再往前一步 点个赞观的主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静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